我觉得如果以女生 就是跟男生交往的角度 然后大飞 她是很想要定下 以陈嘉丽叶为前提的 我觉得对女生来讲 也是蛮有安全感的 陈嘉丽叶要看她是用讲的 还是用做的 每个都说陈嘉 最后二女生扛经济负担的一堆 但是因为其实 演艺圈的工作 其实对一般人会觉得很没安全感 更不要说是因为大飞是 虽然她有多重身份 但是她还是以邪心为主 对 这个身份应该会让人家 没有安全感 其实像小甄提到这个问题倒还好 因为我自己在媒体圈 已经真的快三十年了 我看太多明星大起大落 唯一我觉得是传奇的就是瓜哥 我真的老实说非常钦佩她 可是所以呢像大飞 你如果在我身边的话 老实讲你真的可以 真的我都没告诉你说 你怎么样 然后你如果什么时候要转 你是不是 对 你是不是该转了 你是不是该要 比方说如何面对媒体 然后你这时候应该要怎么样的态度 等等 我跟你讲 但文婉姐也没有什么背景 但是我在这个圈里也是三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经验 经验就是财富 不想努力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 我的 文婉姐 我再也不想努力了 对啊 文婉姐 姐带着你 对 姐保护你 贺赞票 好快喔 恭喜 这个谁录得够忙 明天还有一些亲密互动什么的吧 对